来自南方都市保博报 5月31号凌晨 广州白云警方通报 关于网传广州市方圆实验小学 一名教师涉嫌体罚学生一事 警方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经调查取证 发帖人刘某承认其女儿因遭体罚吐血 凌晨20被老师威胁殴打 松老师6万元等情节 视其为扩大影响而故意编造的谎言 照片展示的衣服血迹 失为化妆品和水 其女儿目前精神状态良好 据接诊刘某女儿的医院反应 就诊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 均未提及哮喘病史和吐血的情况 刘某目前亦无法提供 其女儿哮喘诊断的有关病例证明 与此同时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了 刘某涉嫌雇请人员进行网络炒作的相关证据 白云警方表示 将继续配合教育部门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 对触犯法律的相关人员 警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ある程当你几确 Hahn 没有这个评传这个委 XY 就是评众的